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咕噜健人厨房,我是你们的咕噜 今天视频呢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咖啡对减肥和运动的影响 以及到底如何挑选一杯你喜欢喝你觉得好喝的咖啡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咖啡的热量 其实咖啡豆本身的热量并不低 因为咖啡豆是含有油脂的 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人想为什么含有油脂还会能减肥 一般来说100克咖啡豆的热量在500大卡左右 虽然咖啡豆热量看起来挺高的 但一杯美式咖啡因为用到的咖啡豆很少 所以说一杯热量大概只有不到10大卡左右 这个热量我觉得跟喝水差不多了 对于不太懂美式拿铁咖啡之间区别的小伙伴 我简单拍了一个示意 咚咚咚咕咖啡小课堂开讲 美式咖啡就是浓缩咖啡加水 如果把水换成牛奶就变成了拿铁 在拿铁的基础上呢 加一份浓缩就变成了福瑞白 而卡布奇诺就会比拿铁拥有更丰富的奶泡 因为浓缩咖啡本身没有什么热量 所以说拿铁这类咖啡的热量 完全取决于你用的牛奶的热量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一讲 咖啡对健身和减脂的影响 首先呢咖啡确实有抑制食欲和提高代谢的作用 但是这个提高代谢呢其实是暂时性的 就是它之所以可以提高代谢 是因为它其中含有咖啡因 然后咖啡因会加快我们代谢 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暂时性的效果 不是永久的 另外我觉得咖啡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对于健身党和减肥的人来说 其实可以提高你运动的一个表现程度 就是可以让你运动的过程中没有那么痛苦 然后让你更充满活力 然后更有动力去运动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咖啡对于健身党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咖啡中还有一种元素叫做绿原酸 它其实可以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 然后促进我们就是整个乳侧的过程 没有那么的痛苦 但是这个并不是所有人 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 所以说如果你因为减肥 然后受便秘的困扰的话 其实我可以推荐大家去尝试喝一些咖啡 今天下午呢我会去参加瑞幸咖啡的一个活动 然后他们请了一个国际上非常有名的咖啡冠军 然后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如何在家冲泡咖啡 然后如何挑选咖啡豆的一些小诀窍 超厉害的日本咖啡冠军 给我们演示如何在家自制手冲咖啡 用到的是他亲手搭配的咖啡豆 还获得了米兰国际咖啡比赛的金奖 80克的水 就像这样子 你知不知道咖啡豆的咖啡豆 所以说你的咖啡豆是非常脆的 所以当中一个1分钟 就让它煮一下 就让它煮一下 然后30分钟已经煮到60% 所以当中2分钟 所以当中2分钟就让它煮到400克 OK 咖啡 time 我现在在工作室准备吃一个午饭 然后顺便来回答一下大家在微博上问我们关于咖啡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成年人可以喝几杯咖啡 其实对于身体健康的成年人一天可以最多喝三到五杯咖啡 是不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的 然后这个肯定不是一些连锁咖啡店那种特别大的咖啡 就是那种小的茶杯状的咖啡 其实一天最多可以喝三到五杯 都不用担心它影响你的健康 第二个问题就是喝咖啡会不会影响心脏健康 试试适当的喝咖啡 其实反而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率 它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心脏健康 第三个问题就是喝咖啡会不会导致身体缺钙 有这个误区存在是因为咖啡中含有草酸 但是咖啡中的草酸含量其实是非常低的 就跟相同重量的菠菜比 咖啡中的草酸其实反而是菠菜的十分之一还不到 尤其是如果说你要喝一些含牛奶的咖啡 反而会帮助我们补充钙质 第四个问题是咖啡对女生尤其是姨妈期间 会不会有不良的影响 其实咖啡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生理期 反而咖啡其实是有助于缓解我们生理期不是的 但是就是喝凉咖啡还是热咖啡 这个要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第五个问题就是减脂可不可以喝素容咖啡 这个其实要看是哪种素容咖啡 第五个问题呢就是减脂到底可不可以喝素容咖啡 其实素容咖啡也是分不同种类的 如果是完全不加糖和不加奶精的素容咖啡 其实是可以在兼脂期间来喝的 如果说你实在不喜欢素容咖啡的味道 也可以自己准备一些鲜牛奶啊 或者是一些豆奶啊 燕麦奶这些加到素容咖啡里面 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如果大家关于咖啡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区或者是单步告诉我 另外我也会把今天视频里面 所有内容讲的东西整理成文字版 放到我的公众号 然后大家可以去公众号关注我 我的公众号是咕噜健身厨房 然后我去吃饭了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by bwd6